6月27号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就职纪纪念馆开馆 这是上海市实施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一个重点项目 据悉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就职纪念馆 由就职备原区 基本陈列展区 灵展区 广场雕塑区四个部分组成 布展总面积505平方米 基本陈列展区的 中共中央秘书处始料陈列展 共展出图片78章和实物21件 运用图文 实物 雕塑 视频等多种形式 系统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秘书工作的发端等 展示了秘书战线工作者忠于使命 深藏功名 立下的特殊功勋 在一楼剧场专题片 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的播放中 观众的参观开启 这部专题片围绕曾经惊心动魄历史 介绍了中共中央秘书处 在静安区三处重要办公场所的具体职能 工作人员情况等 让参观者对中共中央秘书处 开展的工作又清晰具象的了解 片中介绍了在中共中央秘书处 机关就职工作的部分代表人物 纪念馆二楼 场景家裸眼三地多媒体演绎中央文库 呈现了几代中央文库守护者 为践行对党的誓言 誓死守卫中央文库的壮举 藏宝图和群英浦 向参观者生动展示了中央文库 曾经在上海的十几处保管点 以及张维一 陈维仁 徐强等历任主要保管者 捍卫中央文库的故事 在展览中不仅有丰富详实的文物资料 同时也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 进行情情演绎 让大家重新回顾这段历史 同时我们也运用了现代化的手段 例如裸眼三地 全景视频等方式 生动地展现那段红色故事 参观环节采用沉浸式演出加讲解的形式 将给观众带来身临其境的体验 演出围绕这幢房屋女主人张岳霞的字述 栩栩展开 党的第一代秘书工作者 用生命铺设隐秘而重要红色交通线的故事 在回忆中被娓娓道来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就职纪念馆方面表示 希望通过情景参观 原址表演相结合的方式 让观众穿越时空 体验当时严峻的革命形势和环境 感悟吴德峰 张继恩 张岳霞等一批从事机要工作的 共产党员体现的机智与勇敢 忠诚与奉献 这次展览是第一次全方位 全过程 全景视 展现了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的奋斗历程 近年来 红色文化的传承和传播 越来越受到高度证实 随着秘书处纪念馆的开馆 我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座没有围墙的纪念馆 所以我们特别凸显了对旧址的保护 进入到旧址中 希望参观者亲自走到这段历史 据介绍 相较2021年6月 在旧址展出的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始料陈列展 此次开馆后的纪念馆展成 全方位升级参观体验 基础展成全新改版 新增史料精心修复 首次全景演绎中央文库 全过程 全方位 展现中共中央秘书处在上海的奋斗历程 全方位升级参观体验 全方位升级参观体验 全方位升级参观体验